周伯东将上厕藏好后 来到一处客栈吃面 却意外遇到了黄老师和他夫人 黄夫人本想借九云真经看一下 可周伯东死活都不同意 于是黄夫人便说他手上是本假的 真的已经被欧阳峰偷走了 这一番套务果然有效 周伯东马上拿出经书给了他 直到后来 黑风说上使用九云白骨爪吃茶江湖时 周伯东才知晓黄夫人有顾目不忘的本事 于是便来到桃花岛兴师问罪 不料黄老师却刀打一耙 说黄夫人为了莫写经书导致心理焦脆 最后难产而死 周伯东是罪魁祸首 今日势必要跟他算清这笔账 说吧两人便动起手来 但和黄老师的功力更胜一筹 数勺便将周伯东打飞出去 之后周伯东便躲到山洞里面厮守不出 黄老师也没办法 只能通过销身来对付他 眼看上次就要成功 却被郭定换了好事 黄老师想从周伯东手中得到九云真经上次 故而还不能让他轻易死去 每天都会安排下人来给他送饭 两人吃饱喝醋后 周伯东要把他潜行多年 自创的左右忽宝术交给郭定 左手挂一人右手挂方啊 还是要一块挂 我刚学的时候啊 要三天左右 你就是你这种资质呢 我看不要十天也要八天呢 来 谢谢 试试 好 周大哥 是不是这样 来 我看看 你这圆画的反应不够圆 数日后 欧阳克来到桃花岛 却是还向黄老师提亲的 黄蓉顿时气急 直接吹言讥讽几句 却被黄老师喝成了一顿 黄蓉闷闷不傲的回到房间 正好看到前来觅食的两只白鸟 他突然心生一计 写了一封信 让白鸟带去给红鸡公 让他前来桃花岛帮忙 舍到一封信 酲 有多百分钟 保佛